因为这里是好莱坞啊 你再有名 那你能有好莱坞的演员有名吗 真的是装什么装 大家好我是江澄 一天他会开出花来 开成花 但是我的朋友们都喜欢叫我小花 那我曾经是一位主持人 然后也拍过一些戏 有过一些作品 现在呢在美国上学 感谢你接受我的采访 我真的很荣幸 还不用给出场了 那你之前在国内有拍过什么电影跟电视剧 我其实拍过的戏其实挺多的 像小爸爸呀 青秋湖传说 头号前妻 少年四大名鼓 这个是当时陈伟霆刚来内地 第一个戏我们两个人演情侣 对对对 我印象最深刻就是四大名鼓 紫楼公主 你有看就是紫楼公主 那个骄纵任性的讨厌的公主 演戏对我来说它其实也是一个体验的过程 小的时候没有学过表演嘛 那通过主持节目 主持一些首映礼呀 颁奖典礼呀 包括一些剧组的一些发布会 能够接触到一些导演和制片人 所以在那个时候呢就有了演戏的机会 所以你最开始不是学戏剧出身的 对我学的是新闻 我是大学一年级的时候 那个时候有一个特别好的机会去参加一个面试 然后我就被一个姐姐在一百多人当中 选中了就很幸运 然后就去到了湖南电视台主持12节目 那时候就是小朋友们心目当中最喜爱的小豆子姐姐 豆子姐姐 小豆子姐姐干事件了 现在还有很多小朋友是看我的节目长大的 我见识是有上过快大本明是吗 那个时候是08年吧 08年那个时候是湖南的雪栽下大雪 很多明星是来不了 我觉得我是确实是运气比较好 然后面试上了 带班主持了快大大本明 带娜娜的班 采访完了之后呢 我就很紧张 然后我上台之前呢 何老师就拍了拍我先 他说没事啊 跟我们一起玩 不用紧张 有我在 哇他那一句有我在 我就瞬间就踏实了 就很有安全感 首先当我们要欢迎豆子 来到节目来吧 所以你是做了多久的主持人 我想想看 我应该有差不多小十年 就是我是从大一下学期那个时候 就参加了那个面试之后 就签给了湖南台 哇大一就已经开始了 对 好早入行啊 对太早了 又好老啊 当然金银卡通要成立的时候 那个姐姐来我们这个学校里面招人 然后我就是在那个面试当中 讲了一个大公鸡的故事 小朋友们跳了一个什么桌 三圈优 三圈优 他现场会铺一百一一 大概几十个吧 一个幼儿园的小朋友 还是看小朋友的反应 看小朋友喜欢哪个姐姐 哇这面试挺特别的 对很特别的 当时就被录取了 大一就进入了这个主持的这个 生涯 对主持生涯 然后我其实是在大四的时候 08年的时候雪栽 然后代班做的大本营 10年的时候 当时我的好朋友 两个好朋友 一个柳妍 一个李胜 他们都在北京 做北漂 然后我就 他们能北漂 我也能 我也可以 然后我就去了北京 对 然后硕哥呢 就推荐我去光线 正好柳妍也在 所以呢我就去面试 然后就试上了 当时最多的时候 手上做舞蹈节目 很多很累 真的就是停着提着行李箱 打车的那种 到处跑 打工一足那种感觉 真的特别辛苦 不是我们觉得演员 就是感觉很多助理围着 然后帮你安排好一切 然后就去各个地方去拍戏 当你是一个新人的时候 什么都没 在你拍过那么多戏 你最喜欢的一个角色是什么 小爸爸 小爸爸 我最喜欢小爸爸 因为那个角色就是我 我就是那样性格的人 就是很讲义气 愿意为了朋友 真的是为了闺蜜 去两肋插刀 去打架的那种性格 收手做女生 而且当时我记得 我去面试的时候 这文章就给了我一个台词 他说你也不用演了 你就念吧 别的导演都要看 那你给我演一个什么什么 他不是这样的 然后我就巴巴巴说说 他就直接跟旁边 那个制片人说 后面的我觉得也不用看了 就他了 就指着我 当场就跟我定了 哇 当时我说这是真的吗 我想说什么情况 因为因为剧组面试是这样的 你可能面十次 一百次 可能也能中到 中两到三个 所以我觉得我真的是 很感恩的文章 就是他在这么多 那么年轻的女演员当中 选了一个并不年轻的我 所以小巴巴里面 你饰演的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角色 我演的是一个讲广谱的 就是 就是 蛤 拉莫伦河 哎呀 你们两个在结局上 我真的要 偶了 干 不是巴黎 不是巴黎 拉莫伦河 不是巴黎 有没有搞错啊 哈哈哈哈 哇 这刚好 是广东人 广东人 广东人是广东的 广东的乐谱 广东的浩洋的浩洞 然后当时在说的时候呢 然后文章就笑得前仰后翻 我一共说了两种语言 一个是广谱 一个是长沙塑料普通话 嗯 怎么这样子咯 然后说 不是巴黎 这么多 就是这一种 然后 然后他也笑了前仰后翻 我也很感谢那个戏 就是 我只有大概 差不多七到八场戏 但是在当时 全国观众都在问 那个讲粤语普通话的 那个女孩是谁 轩力是谁演的呀 然后就有百度啊 搜啊什么的 我觉得那个是我 做演员以来 最开心的时刻 就是 虽然戏份不是很多 但是让观众记住了你 那在你的那个演艺圈的生涯里面 也没有遇到一些明星圈里面暗斗 或者是 有过一些攀比 就有点像是面和心不和 比如说你去一台晚会 我也去那台晚会 然后晚会在录制中间会停止 你我会打听你带多少个工作人员 你带五个是吧 我带六个 你应援来多少人 然后呢 我如果是要知道你来一百人 我要来一百五十人 哦 应援就是那些粉丝 就是粉丝 娱乐圈它其实是一个 非常快节奏的一个行业 就是可能今天你在高光时刻 但明天你已经不是了 但是我还要继续去追逐我的高光时刻 那么我这个时候 可能就没有那么多时间 精力去顾上你 并不是说我们不是朋友了 之前面试一个导演面试了四次 然后见制片人见了两次 然后去试装头发全部给你 就是都剪短 把头发当时就给你剪短 剪短了之后发 试装已经剪了 那么大牺牲了 剪短了 定了妆之后就说好了 第二天要去签合同 就已经走完 所有面试已经定好了 所有的流程全部都走完了 然后到签合同的前一天早上 收到一个那么长的短信 微信 就是副导演发过来的意思 就是说我们很喜欢你 各方面都很合适 但是这一次呢 很抱歉合作不上了 因为制片人要用他自己的人 所以呢我们欠你一个戏 对不起什么什么的 就把我换掉了 就被制片人的关系库就换掉了 就很突然就被换掉了 所以这也是我当时 就是萌生了要转型的念头 对我就觉得 我不能把我的命运 掌握在这些人的手里 然后就自己创业了是吗 对就开始自己做老板 也没有当时就是跟着 跟着那个我师傅 就是当时在湖南 帮何老师做《质子花开》的那个团队 就跟着他混 然后我们就拿了他的那个网剧的版权 然后我就投资做这个戏 因为第一呢是我感恩何老师 第二呢是我想试一试自己的能力 然后第三呢就是心里还是憋了一股劲儿了 你知道吗 觉得不能把我的命运掌握在你们这些人手里 自作导演去做自制片 对对就像你现在自己尝试做自媒体一样 对对对对 你肯定也不希望说 我的命运掌握在你们银行这帮人手里 就放弃演员又不做了 也是很有勇气 我真的那个时候觉得啊我要红了 对啊但是你拍 对那几部戏其实都挺火的啊 挺不错的 就我感觉我可能就没有这个命 然后呢加上我觉得我自己有的时候会 会复盘过去的成长 我觉得我也是在这个时候也是心气作祟 就是我也没有真正的坚持在演员这个道路上 就是因为当时那个当时那个事件 其实对我的打击很大 好来说他说在演一个角色的时候 可能你也是把别人来面试的角色给剃掉了 对吧就因为这个角色给了你 那别人就没有了 那现在给了给了别人你就没有了嘛 他说有的时候要有一个平常心 他说如果有一天你的演技可以达到别人换不掉你 那才是真本事 对于说我们其实还是就是没有修炼到 就没有修够 没有修好 还需要时间 还需要 但是这时候你已经转赛到了 觉得有自己更想要做的事情 对 那个时候就觉得 哦 我想成为一个出品人 嗯 就是我希望做到一个真正的公平户 因为我自己经历过那个被关系户换掉 我就特别反感这个事 所以我当时用的全都是面试来的小孩 嗯 当我创业的时候呢 我自己开公司 我说 哦 有社保这件事情 然后还有一堆的这个乱七八糟的公司的这些琐碎的事 我就焦头烂额 我甚至还遇到过一个HR 两个月了 只招来了一个人 这个其实在创业公司里面来说 打击 没有人干不了活 还没有搭建起来 嗯 我说安迪 我说 我说那个 那个我们都两个月了 团队还没有搭建起来 他说啊 对呀 他说因为我们是创业公司呀 很多人都不来 瞧不上我们什么什么的 嗯 然后我跟他要 好像想谈的时候 他就砰一下对我拍桌子 我干不了了 你找别人吧 砰 拍桌子走了 好 于是我就 我也可傻了 我直接跟他说 我说那你这样吧 你既然干不了你别干了吧 他就蹬蹬蹬 收拾东西就走了 紧张把我的这是什么 营业指导什么的 全部都带走了 之后呢我就给他打电话 我就说那个 你把这东西还给我 他就说 我 他说你知道吗 你懂法吗 你知道什么劳动法吗 那我告诉你呀 我就可以告你 告你非法不录用 然后我就气得我在那 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嘛 然后我就报警 报警了之后呢 警察就来了 把我们的弟弟一个 逼捕逼捕 开到了警察局 就是我 我其实很少进警察局 我也怕 就我也紧张嘛 就是我其实没有做什么事 是确实是你能力不行 我把你开了 但是你把我的公章 全部都拿走了 他就是想要挟我 他也是为法 让我赔偿他 对 因为我不懂啊 我什么都不懂 我不懂什么劳动法 我真的不懂 因为杨朗我从湖南卫视走的时候 也是高高兴兴走的 到现在跟湖南卫视台长 我们还发微信 就是在这个社会上 十几二十年 我什么样的人 我都见过 什么样的大咖 大佬 企业家 我都见过 我说我怎么能让一个这样的人 给我弃成这个样子 他我对着那个铁栏杆 我就哭啊 哭得全身发抖 他还不容易了 然后 太委屈了 然后真的特别委屈了 我不是一个斤斤计较的人 我也是愿意就是分享的人 但是 但是遇到这样的人 你真没法 后来这个警察 给我拉到一个小黑屋 他说 他叫什么名字 善善是吧 安迪是吧 他身份证号 巴拉巴说的 他我跟你说 丫头啊 别紧张啊 别害怕啊 我跟你说 这个人 原来因为诈骗 被刑事拘留过 所以 你 你不用怕他 你根本不用怕他 他有安迪的 对 他有案迪 出来之后呢 我就 因为警察已经跟我说 他有案迪了 我瞬间就觉得 姐赢了 你知道吗 然后出来之后 把我们放出来之后 就说你呀 把张还给他 就说他几句 警察把我们送到了门口 到了门口之后 我就对着他 诈骗赞 就别人就清楚 你不懂 就隔行如隔山 真的是这样子 我到了 我一个演员 出来创业 开公司 你要走整一套 公司的那套流程 你就是不懂 所以就印证了 我们导师说的那个话 做什么事 人才是最重要的 爱奇艺做一个儿童的综艺节目 就是全国我们去海搜一些小朋友 大概有三万多小朋友参加过我们的那个活动 然后最后搜上来一百多人 然后做一个录制 把这个小孩的童话剧搬上荧幕的 近期的送一些比较好的 觉得他有可能成为明星的这样的 心探 这样的小苗子送到嘉行 就杨幂的公司 其实在没有疫情的时候 我们所有的线下活动都做得非常好 做完这档节目之后 我们就凉凉了 我们疫情又来了 然后一转眼就是三年 那这节目不能做之后 那你当时是怎么样的状态 丧啊 一个字丧 有点像我当时被换角色的感受 前面做得很好 吹一下啪就跌到地底上 就那种 后来就经历两波高谷再低谷 真的 所以人生有高有低 对 就要平常心看待一切 我上了一个那个商学院 然后呢 于敏洪老师是我的导师 当时在群里面呢 于老师就发了一个 就是说疫情当下 新东方把所有的桌椅都捐了 对 那时候是疫情加上双减 新东方其实受了很大的打击 所有就是希望小学 什么农村这种地方 就是所有就是 需要桌椅的它全捐 然后关闭了大量的线下店 是的 包括课程也都这样送给人家 对 它也在转型 包括它现在已经做到线上的 其实做得很好 他说做生意和做人 其实做人是最重要的 所以你的导师对你影响 也是特别大是吗 对 其实在人生那个阶段 就是一个是当年在 学校里面选中我的那个姐姐 然后让我在湖南这么多年 我觉得我的三观的行程和成型 都是在湖南 因为湖南人的那种 那种努力向上 霸得满呀 吃得苦耐得烦 为了自己的目标去隐忍的 很坚持 然后后来到了北京 我就遇到了文章导演 遇到了好雷姐姐 给我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榜样 然后又到了我创业的时候 然后又遇到了余老师 还有拉卡拉的创始人 孙桃燃 我们孙院长 就是都是非常正气的人 做生意 你有些钱是可以挣的 有些钱是不能碰的 我觉得我运气很好 我遇到的都是非常好的人 对 而且你吸引来的都是你想要的人 是 我吸引来的都是我想要的 詹妮 然后后面你就来了 美国是吧 对 我是在六七月份的时候来的 虽然在湖南台有很多的经历 但是我其实并没有在学校 好好的上课 对 你大姨就已经输到了 所以正好疫情什么也干不了 然后我就想说 那就出来看看 我的认知还是有限 尤其是在一个固定的环境里面 它还是有限的 那你现在来到美国的时候 感觉怎么样 就是学习氛围很好 你不觉得吗 很安静 对吧 然后没有一些外界的声音去干扰你 然后也没有人知道你是谁 Nobody啊 你在这儿 你想怎么学怎么学 对吧 想怎么样 想干什么都可以 对 虽然在国内我也不是说特别红的明星 但是呢 你在这个圈子就相当于你 你即便不是做到特别好 但是你就身处在这个圈子里面 你有很多话 有很多事 你是要顾及周围的一些感受 这里的关系会更加单纯一点 对 在这里的话 好像很多名人都会比较像普通人 会有这种感觉吗 对啊 因为这里是好莱坞啊 你有 你再有名 那你能有人家好莱坞的人有名吗 真的是 装什么装 哈哈哈哈哈哈 装衣模都很美妙 对啊 就是啊 美国这个地方其实每个人都应该来看一看 虽然中国也发展的很迅速 但是它还是排在最前沿上 不管什么样的方式 来留学也好 来旅游也好 各方面你都来看一看 我也特别喜欢你说那个 就是体验体验体验感 就是这种体验的人生 就是人生就是体验啊 而且你体验了不同的行业之后 你会有同理心 我们体验更多 我们就更能了解自己 到底是怎么样才是最想要的东西 我觉得这个很关键 我以前还会觉得 我一辈子都会在银行工作 但是当我出来之后 我发现我这个也能做 这个也是我喜欢的 那其实我就不局限说 一个小圈子里面 我最大的一个感受 是我认识了一个女生朋友 她的故事让我挺感动 就那天你见过那个Sunny 对 她是单亲妈妈 然后呢 也是十多年前来了美国 然后也是从一个非常小的一个工作开始做 然后现在做到了全美的top sale 就卖房子 她就自己一个人在这边 然后带孩子 所以很不容易 我觉得美国是一个挺好的一个国家 就它很包容 就不管你是什么性别 什么年龄 你有着怎样的背景和家庭 只要你不违法 你不犯法 你过你自己想要的生活 没有人去 评价你 对没有人去评价你说什么 我觉得这一点真的特别好 美国的教育很好的 就是她希望 不管你是男人还是女人 你都应该独立 做任何的工作 只要你是靠你自己能力赚来钱 我觉得这就非常值得 是真的让人尊敬 2022年的关键词是什么 哇 也算一个很大的转折点 2022年其实是一个对我来说 非常不容易的一年 因为我把国内的公司就关了 往前到这三年 对我来说都是非常不容易的 疫情的 疫情的这三年 我相信对很多人都是 就有的时候你人是要下一些狠心的 我就觉得我不能再去贪恋 在国内的那些东西 娱乐圈里面的一些 然后我希望我从2023年开始 是一个全新的江小 因为未来还很长 我觉得我要的是人生的宽度 生命的宽度 你新的一年最大期望是什么呢 我希望我身体健康 因为我现在严重缺钙 我觉得你太瘦了 对医生让我多晒太阳 加州来对了 多晒太阳 对我现在缺钙 缺铭 缺铁 因为要过度减肥 不怎么吃 我现在比以前已经胖了12斤了 我原来82斤 我现在95斤 我原来真的就是纸 在娱乐圈也真的有很多犀 对 而且拍戏的时候真的就是大冬天 在恒电那么冷的地方 阴冷那种 跳水里 说让你跳你就跳 接下来就是学习 我希望我能够真的沉下心来去 好好地去进入校园里面学习 重回校园回炉一下 因为我其实一直也很向往校园 因为可能小的时候太早 太早 太早进圈 对太早出来了 就没有好好地上学 就你有没有觉得你重回校园之后 你好像就你的思想什么也进步了 就是你已经不是80后的那个思想 因为我是80后 就你接触了年轻人之后 你的思维也迭代了 对 就不会停留在原来的 就更愿意接受去学习新的东西 对 如果停留在以前的圈子 都会觉得我有这些知识 有这些东西 我一够了 我不愿意再学习 但我重新变成学生的时候 我就觉得 我要学这个 我要学这个 我要训好东西 就有点重生的感觉 对 就是那个感觉 所以我也蛮开心的 真是挺开心 除了学习之外 是这样的 我现在在做一个圈子 高端华人的一个社交圈 因为我觉得在这边 其实大家也不像在国内这么热闹 然后其实有的时候 平时节假日 除了陪了家人之外 也挺无聊的 好三好水好无聊 对 近期的处置活动 到时候你也过来 好啊 挺不错的 然后女性 主要是女性 然后大家也可以在里面 做一些资源的对接 然后一起学习 一起玩 或者说将来有什么项目 也可以互相了解 互相对接一下这样子 我比较善于做这个 资源转合 从小就擅长做这个 然后如果能有什么事促成了 我会特别有成就感 我觉得因为他们是信任姜小花 信任我 然后促成了这个事 我就感觉这是我的价值 对对 欢迎欢迎欢迎 欢迎大家来我这个局 然后那个身体健康 貌美如花 然后就是学习真的日上 然后那个圈子搭起来 然后让大家都能互相之间 有一个分享和联络的方式 这就特别好 太期待你的2023年的 我们一起努力哦 好啊好 今天是2022年的最后一天 对真的 真的呀 最后一天我就跟你度过了 好幸运的 抱一下 抱一下 谢谢大家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的话 请务必订阅点赞转发 这会对我们有很大帮助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